大王在上 臣骨梗在喉 不吐不快 隔地赔款 是乃丧权辱国之举 臣以为 太后如此行事 不国勿民 臣等再不能奉赵了 臣请太后退居内宫 还正于大王 臣恳请太后退居内宫 还正于大王 臣请太后退居内宫 还正于大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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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向自己看看 这是什么 是 怎么不说话了 朕丧权辱 朕无国无义 甘相自己私底下拟救的 让各国退兵的条约 可是几乎把秦国卖得 只剩个咸阳了 当日列国兵马在寒谷关的时候 甘相又在何方出了何令 长言道 主忧臣老 主辱臣死 武王荡任用无知彼伏 向蛮力举顶身亡 你身为右相 罪当如何 甘茂虽为右相 但无法劝阻君王 所以到了今日 目睹朝堂混乱 才不得不见言 太后聘机私臣 乃国之乱相也 太后若继续贪恋权力 秦国必将大乱 臣请太后还政于大王 有何过错 秦国内忧外患 你无能欲外敌平内乱 如今诸侯兵马退去 你倒会上下串联要挟君王 如此无德无才无耻无能之人 你还敢立于朝堂吗 殿前武士 是 是 把他给朕逐出朝堂 是 是 慢 太后指臣无能 臣也不敢再居相位 就此请辞 至于驱逐 臣自会自己离开 不用烦劳武士 但太后如此轻刻慢事 羞辱臣宫 今日 甘茂离开 不知来日 这宣誓殿上 还有何人 可以立于此 干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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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走啊 太后 干相 不能走啊 唯臣 请太后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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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后 干相 乃大秦三代老臣 于江山社稷 功不可没 你想要朕留他 是 他逼朕交权 退回内宫 这 他 若是权宜之计 万事皆可商量 没得商量 樗里子说 甘茂是三代老臣 可朕看他 是朝廷的三代庸居 芈月立于此地 向天地诸神起誓 只要芈月在宣誓殿一日 便要保内乱平息 保湿地重回我疆土 保大秦再次扬威 谁若自认为 比芈月做得更好 那便站住 朕自行退路 若是做不到 朱君 公卿大府 堂堂难尔 就不要再学 长蛇复制行径 退朝 朱李子 朱李子 此事你不能不管啊 朱李子 不能不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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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卿大夫 先回去吧 老夫定会向太后 再三陈情 先生 甘相求见 甘相 不敢当 不敢当 樗李子 不敢当 樗李子 前日甘某已经辞官 不做右相了 不敢当这一声甘相之称 别这样说 甘相请坐 老夫正在上书太后 尽力说服太后挽留甘相 甘茂本是才疏学浅之人 蒙惠文王 武王 两位君王的恩宠 拜以右相之位 以国事相托 虽然不能够完全胜任 却也是兢兢业业 不敢有丝毫待满 甘相不必再说了 恕甘茂直言 芈氏那妇人是大秦的霍兴 她居然大坏钢厂礼仪 把自己的寝宫都交给了胡人 后宫之事似乎不该甘相然之 眼下我与那芈氏太后 是她留 我不留 听说那日我走后 她曾在宣誓殿上扬言 谁若自以为能比她做得更好 便站出来 她自行退后 甘茂不才 但甘茂天下之大不韦 自见能比她做得更好 甘相说说 只要让那芈氏退居内宫 甘茂便能让大秦霸内乱 庭内战 修生养兮 甘相有把握劝朱公子归降 有 甘相请讲 老夫息耳恭听 庭心证 恢复旧法 只要将朱公子们 目前所占有的土地 作为封地 赐给他们永久所有 答应爵位可以世袭 并绝不在秦国设立郡县 实行周天子之法 我愿意四处奔波 说服朱公子上表称臣 如此破玉为残 把秦国让朱公子们 挂分成大小碎片 那 先王和太后 对将士们的承诺 岂不落空 君行智 臣行义 我们身为臣子的 为君王效命 受君王封赏 乃是公平交易 君王为社稷着想 臣子们要为自己的家族考量 有些时候君王让些权益给臣子们 也是应该的 在下不甘苟同 秦国为了实行商军新政 毅然牺牲良多 如果废除新法恢复旧制 那以前的牺牲将复制东流 大秦对列国的优势也将丧尸淡尽 难道你真认为 秦国对列国有优势可言吗 列国征战数百年 却齐心协力三番两次联兵寒谷官下 除了秦国之外 还有哪个国家 能让其他各国这样斩断夙愿而进行围剿 因为秦国搞得是秦法新政 他打破了列国数百年虽有征战 但实力基本伯仲之间的平衡 没有人能够容忍 异端邪说国家的强大 所以必欲除之而后快 我承认诸公子们割据 恢复宗室 救祖在封地上的权利 秦国的确 看上去是失去了对列国的优势 但正是这样 才能得到列国的认可 才能得到卿士们的归顺 这才是秦国常治久安之策呀 你今日来 背后得到多少人的支持 是 如果我说在我背后的人 比站在宣誓殿上 对芈月臣服的人更多 你信吗 是 是 与不信之间 伤君不是秦人 秦人流多少血 她根本不在乎 她要的是自己的万事流传 那太后也不是秦人 她同样不在乎秦人流多少血 她要的是自己肥我独尊 可支持我的人 却是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秦人 曾经祖祖辈辈 为这片土地抛头洒血 他们 才是能够决定这片土地上 应该何去何从的人 干冒 你也不是秦人 却口口声声为秦人打算 只怕仍然是为你自己打算吧 樗里子啊 我是楚人 但多年来 我一直把秦国看作自己的母国 对大秦的忠诚日月可见 你走吧 你说什么 诸国之主 只有我秦国建国的时间最短 其他诸国已立国之时 我们的先人还在牧马 直到周氏东迁 我们在狄荣人寿中 一分一毫的血战 才有了今日的国土 如果没有木工 任用百里希与浅书 没有我父王任用商鞅 我王兄任用公孙衍 张仪 如果仅仅靠那些躺在功劳部上 享受仙人余音的老秦人 那大秦早就灰飞烟灭了 殿下 殿下 秦国危机重重 我的王侄营记 以他的母亲米氏设政 才让秦国在内乱外患中觅得一线生机 秦国的未来 是要靠明军和贤臣决定的 可惜呀 甘先生 你已不在此列了 识时务者为俊杰 樗里子 你今天拒绝了我 总有一日 你会为你今日的决定 而痛哭的 臣拜见太后 拜见大王 朱卿免礼 今日早朝 这大殿好像空旷得很 禀太后 禀太后 这几日臣子当中 有不少人抱恙告假 朕并未听说 这咸阳城里发了瘟疫 这么多人一下子都病倒了 难免叫人担心呢 樗里子 在 你让太医院的太医 逐个到这些个病了的 朝臣府上去诊治 朕估计有些人 得的都是难以治愈的心病 既然如此 那就让他们 在家中安心休养 不在其位 不谋其职 不尽其责 我看他们 就再也不必到这宣氏殿来 劳心劳神了 太后圣名 太后圣名 肯定是 继续 杀